异贝功德日 佛允天降日 佛陀允许天降的日子 从天而降 重返人间 叫佛允天降日 为什么呢 佛陀视线超世界的人天大笑 人天至笑 孝顺自己的父母是小笑 就是孝敬别人的父母 是忠孝 能够把一切众生当作父母来做饶益 让他安置在涅槃的境界 那是至笑了 是不是 佛陀给我们做示范 她的母亲摩耶夫人 生下她不久就舍抱了 所以她上升到天界去 为母说法 那世间的这些弟子 这佛陀的追随者思念她 有的都开始做起佛像来了 画像 画佛的样子 用各种方法来思念意念佛陀 就是不断地对她齐情 后来佛陀允许 我要 好 我为母说法 因缘快圆满了 允许重返人间的日子 叫佛允天降日 你看这一天多么殊胜 那真的就是 到达了独步的境界 世间 有什么人可以做这样的视线呢 我也有佛陀 那佛陀天降日 十亿被供得日 佛陀终于在弟子千呼万唤 迎请重返人间 注释弘法 继续来转法轮 这样的一个神变日 我们后世佛弟子 祭念 然后呢 也要学习佛陀的 这样的万德万行 所以呢 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做得很多 你看我们跟我们的教主 佛陀比起来 当年他在人间八十年 世间在人世间 人寿八十岁 那当然有的汉传的传规 记载是七十九岁 差个一年了 你跟他跟我们一样 人寿百岁之计 就是一百岁不超过的 这个世界 他所做的事情 那个时代他能做的 比我们还要有限 他的交通工具 没有呢 没有电话 是不是 连水连电都有问题 你看同修跟我们到这个 印度 佛陀的八大圣地朝圣 到灵鳩山 佛陀讲这个 波尔法门 然后讲金刚经的地方 灵鳩山 看到这个 舍利佛 沐建联尊者 他们当初 他们是大弟子 他们闭关的 岩洞 大弟子的岩洞 应该有一个 古色古香的那个样 鸟语花香 大家想想看 不是啊 我们哪天播放 他的影片的那个洞 很狭窄斜斜的 我们同学一般进去 就腰痛了 做都做不停 行住坐卧都在那里 在那边 参禅 体会真理 所以啊 你看啊 一样人寿不过百年 佛陀的视线 他这真的是善用一生 发光发热 把自己的事 众生的事 融为一体来承办 所谓的承办 自他恶利 教证功德圆满 你看 所以我们要学佛陀 很多同修 我们最近看网路来学佛 善信法友 很多 他说 我好想到你们道场修行 都是欢迎的 来道场修行呢 你说 我们道场 来我们道场修行 我们是实修道场 当然要实修 不实修 我到你们道场来干什么 对不对 又不是要去观光 对不对 你看 大佛 巨塔 我真是庄严 那你知不知道实修是什么 实修就是真实的修行 老实的修行 对呀 再讲白一点 实修就是要持戒 我有持戒 持戒要对戒律的戒相 然后这个法理 要能够通达了解 然后进行受来持守 就是延迟不犯 三两句话一讲 他这个也犯 那个也犯 这个也不懂 那个也不知道 我说持戒 原来不是很容易 我以为报名参加 那个五戒法会 就叫持戒 你讲得对 报名参加五戒法会 是受戒 受戒回去要持 持的时候 你会遇到很多的 诱惑障碍 顺利圆境 你都能够通过 延迟 不犯 这个是要有功夫的 这是要有决心的 实修就能跟上师相应 实修如同见师见佛 佛陀 佛陀的教戒要听受 佛陀要我们调伏己心 自立 才会成就 你能够调伏自己的烦恼 你就真实自立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情修 戒定慧 它可以熄灭我们的贪嗔痴 那利它呢 我们用佛法 如理如法地来利益众生 逛街善缘 这个是要去做的 做没问题 我说你来参加一次试试看 有的人参加没有两次就消失了 都说你们到场有一点累 有一点辛苦 那个是要去做的 这个叫实修 戒律要持守 善事 功德 就是饶意有情 这些要去做 然后呢 再深化一点 每天要有定课 要诵经修法的 要念佛持咒的 要大礼拜的 要遥转经轮 绕塔进行的 我都说那你们时间 不就要用很多 我说是你时间用很多 你时间用很多 在懈怠善意 造作恶业上面 你时间用很多 在世间的五欲六成上面 你很少用这些 佛法的真理 这些清净的甘露 来滋养你的内心 你很少 你连上座修法 念一部经 十分钟 十五分钟 就好像当作交差了事 例行公事 按表操课一样 你真的懂得怎么样 过好一个人的生活吗 你真的懂得 让自己的生命品质 如何保持 他生命本有的活力吗 你真的懂得这些吗 你真的懂得 怎么样对自己好吗 你看大家都对自己的生活 都不尽满意 但是又敢压上架 必须日复一日地去过 心灵空虚 空虚见带的时候 就会想追逐 世间的 这些欲望 这种感受 感官的 刺激的感受 来达到 所谓的 自我满足 其实你达到这些 你心里还很空虚的 我们都试过好多次了 你看那个流行歌曲一出来 再轰动 你多听个几遍 你心里烦得很 后来你再看看 你那个CD 或者那个电脑上 那个歌手那个脸 他也烦得很 两个烦得很的人 在电脑上面神交了 还要听他唱那些东西 白爪圈回 你看看 你怎么会找得到 平静心灵的方法呢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向外攀缘 足迟 突然浪费时间 慢慢慢慢时间过 你什么都没找到 所以 佛家语有讲啊 明明白白 一条路 万万千千 不肯修 明明白白 一条佛法的 清净解脱大道 摆在眼前 万千众生 他不肯去修的 他有参加 有接触 那不叫实修 你得到的佛法利益 是相当有限 而且可能还是短暂的 就是结了一个缘 所以来到道场结缘 要实修 得到真实修行 真实解脱 现世有真实利益安乐 那才叫功德 你得到了佛法的真功德 如果你没有 哪有什么功德可言 我们学佛修行 不是做表象 来表演 来示范的 自己心里空洞的不得了 或者偏差的不得了 我们常常会摆出 很好的样子给人看 其实 你看自己也没有获益 也跟众生 没有结到什么善缘 众生结善缘 无非是用佛法利益他 这是给众生最好的礼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彼此宣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